程式的话是不错的 符合网络基本的运作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有稍微提过 它有一个问题 它不太好写 是哪个地方不好写 如果我这个网络 我这一端 我要做好几件事情的话 我同时要做好几件事情 我玩游戏的时候 我这边又要 对 要做好几件事情的话呢 那我必须要把钱平行程式 所以基本上要加上Market Thread Market Thread 来一起写 Soggy本身容易 Market Thread不好写 Market Thread 因为它要去critic 这些Thread跟Thread之间 它都是少给 它都跟外面沟通 所以它们中间要有share的资料 要有critical section 要统部 很啰嗦了 所以 所以这种程式不太好写 那不容易写 所以呢 这个在二三十年前 就 就有一种另外一种写法 就叫做RPC Remote Procedure Code Remote Procedure Code 其实 它写程式的时候呢 它最后翻译 它还是很快的帮你翻译成哨评 下面还是哨评 但是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怎么写 你就不用收跟送 不要处理那些 那些这个 同步 同步的问题 你是把对方的程式 它是当作local的程式 就是说 你把远端的程式 远端程式 有一个 我知道它的程式的名称 我知道它的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就是我们一般的Messor 就是 我知道 用Java的话叫做RMI 有没有Messor 有没有Casio 我知道远端的一个程式 一个Messor 它的Input参数是什么 Output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名字 是什么格式 那我如果知道的话 那我就不要去接跟送口 我就叫它的名字 把要Input丢给它 它把答案丢给我 对不对 那就跟写local的一样 就跟写local程式一样 看起来就比较简单很多了 就是 你不要再用 用这个Send 145的模式 这种方式来写 你用这个 Remote 的CEO Code 或者RemoteMessage 用Cension来写 我以前都举过例子 像这个 台湾第一届的 加法程式设计比赛 有一年的资讯月 那我去打Fusion 然后 有几个医生的团队 例如龙总的 还有其他 就不是背资讯人员 他们都写加法 就是自学的 那都是写网路程式 我想 我那时候 他们一定不要写这个 果然 他们都自学 因为这比较容易 因为他不用去处理 这个MatiStream 他们就 因为这边写logo程式差不多 但中间要做一些注册 做一些Open 要做一些动作 但基本上 非常非常类似的 方式 来写这个圆端程式 那实际上呢 他是经过写完以后 Compilor 把它搬一层Sarkey 两边的都搬一层Sarkey 然后再沟通 所以这个 RPCR 那 那 这个东西 在加法没有出来以前 没有 没有被广泛使用 为什么 因为 两个电脑 它跟硬体 这个 如果大家作业系 我不知道你没有 我们选Big and Small and Small and 那记忆体 到最后 我的参数到底是由上往下排 还是由低位置排到高位置 高位置排到低位置 每个队色不一样 每个硬体不一样 那 那这时候 你如果 在不同的 不同的硬体环境上面去做RPC 很难做到 所以 通常都是 过去的RPC 或者Oracle的电脑 或者IBM的电脑 它们 互相之间可以做RPC 做到 跳过不同的电脑 有不同的做法 虽然有很多 标准的规矩出来 但是 比较麻烦 一知道Java出来 OK了 为什么 因为Java Virtual Machine 在机器上面再加个虚拟机器 虚拟机器 大家都长得一样 你这个虚拟机器 Java跟下面实际的机器 要怎么样的Mapping 由Java Virtual Machine 去处理掉 所以 用Java出来以后 这就大量使用 而且因为 因为记忆体 CPU一变越快 所以这个越变越方便 所以这个就是RPC-AMI 那 那 SMRPC是什么 SMRPC呢 就是用 RPC 传递的资料的时候 传递的资料的时候 那资料格式是 SMR 然后 那这个东西 事实上还可以 在HUV 之上再运作 所以为什么 说这个 这个在 在这个Protocol Lair 还有 还有一个 SMRPC 就是这个 机制 还可以在HUV 之上 那当然 也可以在HUV 之下 直接用商品 直接 来做也可以 直接翻译也可以 那 当然另外一层 就是我们传统的 Web 开发 Web 开发的 就是所谓 CGI Base CGI Base CGI Base Rails N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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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MRPC 那 讲到RPC 就跟大家 稍微 review一下 另外 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 SOAP 是Web Service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SMRPC SOAP最常用的 都是在Server端 一般使用者 不会直接用的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 再介绍一下 Rest 是用在Client端 现在大部分的API 都会 都support这个Rest 好 那这个例子 我们稍微看一下 好了 这是一个 Soccode Service 用SMRPC做的 那这是一个 request 这个是一个 这个 那个应该是一个 response OK 这个是response 这是 这是request 那 这个 是一个post request HDP HDP 的post 上面是post method 1.0 然后这个 我们送出去的时候 是送一个master quote 然后我要问股票的quote 是多少 然后我要问MSFT 这个股票 所以这个是程式名称 这个是送去的参数 它的parameter 详细的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我们自己开发的 这是我们看怎么用 所以在传出去的时候 是我送这个股票 要呼叫这个程式 这个参数 那response 回来 那response 回来 这个 如果是在传统 SPCSGR 这边可能是一个 变数名称 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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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mrpc 做的话 那这边是一个 一个sml 的这个档案 那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这个response 那 呃 有呼叫 回来的时候 那他送过去以后 到后端 那smrpc 他要处理 到那程式 应用逻辑去做 这股票价值是28.17 加减0.30 等等 等等 涨了多少 这个时间点 股票是多少钱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smrpc的 shop request 跟response 这是HVP的这个 架构之下 做一个smrpc的呼叫 跟这个结果 回来 好那另外一个技术 就叫做soap 那soap的话 soap它是用Amito的概念 是跟 跟smrpc很像 但是它基本上 它是 我不详细谈 基本上它是 把资料包装起来 那 这也是个smrpc的格式 对 然后呢 把资料包装起来 然后这个 就用信封的方式 那里面 定义的结构比较复杂 有信封里 soap的这个 header 跟body 然后发生错误的时候 你可以做处理 就是这个 所谓的soap emilogue 那 这个soap emilogue 呢 它也是 如果你经过 用这个 HVP来传输的话 这个叫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 那传输的话呢 也跟这个很像 那这边有一个request的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response的头 那两个我们把它拿掉 那soap里面看起来 是这个样子 就是比刚刚那个很像再啰嗦一点 那get post 我们把它拿掉了 同样的一个例子 去股票传输 它里面这个看起来比较大 这格式你就要拐它了 你看这个 我要问这个 问这个股票是多少钱 然后是 扣成的namespace 还有namespace 然后这个 这个 例的比较多 anvilogue 后面有些schema等等 说show sml 有点点概念 那 response回来的时候呢 最后回来的是在这里 最后回来的这个 response的时间 所以你看这个soap很像 看起来比smrp 是要啰嗦一点的 那为什么要啰嗦一点呢 因为它的目标 不是一般的使用者 它目标是后端的程式之间 在传输 是object在传输 那它有fold element 这个我就不谈了 那res的话 那res的话 res我想 我今天把它跳过去 我暂时不谈 后面再谈 那structure layer 的 呃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 街上 我们以后也会再谈 sml跟街上的关系 至于我想这个在 web基础课程里面都谈过 这sml 长相是这个样子 长相是 一个sml档案 就是这个 很啰嗦 加到很多标签 前面标签 后面标签 它不是hml 但是因为它 它后面要被 要被这个 很多的这个程式 要去处理它 所以它有些周边的技术 要处理这个 那如果是街上呢 街上是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它是 那传输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javascript 放在javascript的这个 这个程式一起 所以它基本上 一些变数 跟变数的名称 所以像这个 年纪 the name Michael Smith 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 年龄 然后这个 有没有毕业 但这个讯息 那同样这个讯息 摆在sml 长相是这个样 摆在javascript 一般来讲 我们sml 都说它是一种 重量级的表示方式 是heavyweight representation 那javascript 是一种 轻量级的 就比较 你要处理它 没有那么复杂的 一种表示格式 所以在web里面 前端大部分 都用 接上用的比sml多很多 在后端呢 很多时候会用到sml 后端的标准 前端跟后端 前端是比较轻量级 前端在浏览器这一端 接上会用比较多 但是后端的话 sml是主要 那这两样东西都是 同样的都很重要的 那server端的 server端的 非常的 的复杂 但是也有些标准 就是software a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 Meshup web API 这些在做 Cloud 这些都是server端认证 授权 这些在server端都要做 然后资料可以存在client端叫cookie 那中间呢叫plasty 所以 在server端的issue也非常的多 那 最常用的就是叫web services web services是什么 web services 它不是在client端 web services 加上s 它 它也不是 有人说web services 是在web上面的服务 所以当web services 一出来的时候 很多的 很多对web不太熟的人就说 那我已经 我已经有 ASP JSP 这些技术了 我为什么还要在网络上 还要怎么样服务 这不需要存在 to web services 这个 概念是 web of services 就是一个 很多很多服务 形成网络 它并不是网络上面 并不是 只是一个web client server 它在后端 它形成了很多很多服务 形成了一个 呃 形成了这么一个 这个标准 是为了定义这些 那 这个stack 我不详细的谈它 它它最下面 用的 web services最下面 就是HTPS 上面定义了好多东西 那里面其中几个最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看 这个图很重要 其中三个最重要的 这边是个要求服务的 这边是一个提供服务的 这边是一个提供服务的 那我们会讲到 这个web service的时候 有很重要的背景 我跟大家讲一下 像现在鸿海 鸿海帮Apple代工 iPad 5 iPhone 5 iPad还没有5 只有TunewiPad 那 那 所有这种代工 像广达代工 很多的Notebook 平板 华硕 代工 那 那现在的代工 我们都知道利润很低 但他们都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 你 我 我鸿海的系统 你Apple 它会要 它会要到你的系统里面看 到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 你的这个进度到哪里 然后你的这个 你上下游厂商的这个 这个 提供的这个 各种的配件物料 是 不见得都是鸿海的 有 有其他日本的公司什么 那这些东西 有其他我Apple相关的这个 那你现在用到什么地方 它不是 你到这个时间点 或交给我就可以了 他们一定要到 它的系统里面去的 那 你这个系统里面 能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我的系统通通通交给 这个 Apple 当然不可以了 所以他们 在这个 后端的程式之间 他们要很 很密切的沟通 可是问题是 鸿海的程式可能是 鸿海比较新嘛 它可能是用 加把写的 那 Apple的那个 那个程式的过去搞不好 是30年前 用这个 Fortran写的 那Fortran怎么样 扣这个Java的程式呢 我们在学Java的时候 Java的程式可以跨平台 跨平台 没什么用啊 跨平台只写 同样的程式可以在 这一段在那一段在那一段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后端 两个人 你这个三十年前 写的Fortran程式 我是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写的Cobo程式 我们两个程式要沟通 怎么办 大家 不要惊讶哦 其实四五十年前写